大家好,我是Paul,周五到周五英文一起读 我看到这篇Reddit 结果后来发现这没什么好说的 但有比较好说的东西是 他后面说 这个人所参加的东西我们要介绍 我们先看标题 I know this may not be a big deal to some But I got 13 years of sobriety today 其实光看标题已经够了 我知道这个对很多人来说 这有些人来说可能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 This may not be a big deal to some people But I got 13 years of sobriety 但是我今天戒酒戒了13年 Sobriety就是清醒醒者 尤其常常在讲的是没有喝酒戒酒 就是没有酒精的清醒 因为要是没有特别讲酒精的话 你的清醒可能可以用conscious就是有意识 wide awake就是睡着的相反 但如果是没有酒精的那种清醒 我们叫做sober OK sober 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的 其实就是戒酒这回事 你跟你讲戒酒有什么好讲的 我还真的觉得我们台湾人一般 比较没有喝酒的问题 或许我们台湾人很多人爱喝酒 可是都还是能够运作的 我们就叫做functioning alcoholic 但也非常有可能只是我认为 我很无知的以为台湾人基本上都不太有很久的问题 People say I have a problem 你如果听到人家说 I have a problem 他的意思大概就是他有一些药物或者酒精 或者一些不同的各种成瘾的状态 就是 I have a problem 或者甚至有精神疾病或什么这些的 就是 I have a problem 好 可是我觉得我们很少听到台湾人会跟人家说 I have a problem 所以我们并不想看这边这些东西 讲了一大堆的 我们要看的反而是 在外国有个概念就是帮人家戒酒的 这个戒酒的概念就是AA meeting AA meeting里面有一个 他们会用的叫做12 step program 12个步骤的一个program 为什么西方人靠这个戒酒 好 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东西 所以我就介绍这个页面就好了 这个12 step program的页面 那里面就有讲到我刚刚讲的AA meeting 那这个AA叫做alcoholic anonymous alcoholics anonymous alcoholics就是你是这个酒鬼 alcohol是酒精 alcoholic可以是形容词 也可以是名词 I am an alcoholic 就是我是个酒鬼 那复述这样子 anonymous是匿名的 所以这样子的program 通常在一些社区中心 community center 或者在一些教会 里面就会有 那就固定定期的举办 那想要戒酒的人去 去干嘛呢 有一句话他这西方是会常听得到 就是我们要解决一个问题的第一步 就是先必须认知到这个问题是存在的 so the first step to solving a problem is to recognize that there's a problem ok is to recognize that this problem exists so the first step to solving a problem is to recognize the problem exists 之类的 我就不打声下的 所以为了要让大家能够接受这个概念 就你想要来解决你酒瘾的问题 我们第一个要你做的就是 你必须承认你有酒瘾这个问题 好 所以说在他们这个坐下来 这个AM meeting开始的时候 那他们可能都会有一个名牌 可以贴身上 然后上面写着 Hello my name is 什么什么 这样子 那你坐下来之后 你如果先听别人讲 那别人就会说 Hi my name is David and I am an alcoholic 我是个酒鬼 或者他如果今天不是第一天来 他已经尝试戒了一个礼拜 他就会说 Hi my name is David and I have been sober for a week 我已经酒醒着一个礼拜 我上个礼拜都没碰酒 那旁边的人就会是 Yeah good for you David 之类的 我刚用的名字是David 好随便 OK 所以你要先承认你有问题 或者你已经成功的接触了多久 所以这是他们的第一步 然后接下来就分享一些 你的心路历程 什么这些的 好 分享完之后 总之是12 step program 我们再往下看 所以他的12 step 他可以比较简短的浓缩成 这边总共有6个点 所以我们先看这6个点 然后我们再去细看他的12 step 到底是哪12个这样 事实上有些我都不是很想讲得太清楚 因为蛮无聊的 但这6点值得看 所以第一个 Admitting that one cannot control one's alcoholism addiction or compulsion 所以你需要承认 承认什么是你自己是一个人 One One就一个人 是不能够控制一个人的酗酒 或者是引头 或者是一些compulsion compulsion就是一些冲动 所以像例如说讲另外一个例子好了 有的人什么性成因 有没有 那个就算是一种compulsion 或者甚至你有购物况 或者你就是有那种叫OCD 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内容大概主要是一些我所知道的西方社会的东西 比较少就一直看这个内容里面 OCD就是Obsessive Compulsive Disorder 我们就犯成强迫症 obsess就是你对一件事着迷着 compulsive就是逼迫着得做什么事 所以你要忍不住一直去洗手这些的 这就是OCD Obsessive Compulsive Disorder 好所以这里的compulsive compulsion 就看到了 所以你要承认你是没有办法控制你自己的饮酒 或者什么饮 或者你的compulsion 没办法 第二点 Coming to believe in a higher power that can give strength 所以你要来去相信 有一个比你高的存在 所以在这边讲 其实是用宗教来去帮你借饮 这样子 什么宗教 基督教 天主教 所以有一个higher power 它可以给你力量 that can give strength 然后再来 Examining past errors with the help of a sponsor 所以你需要去审视你自己过去所犯下的错 所以它要你去挖深一点 说你到底为什么会饮酒 什么东西导致你现在会饮酒 所以是past errors 过去的错 OK 我们也讲过像affirmative action 就美国为了平权 然后让黑人一些少数族裔 能够有比较高的工作机会 就业机会的这一种equity的 equitable的一些 我们讲这个词我说过 今天就不特别说了 所以对于这一种结果视频的 的这种做法 我们叫affirmative action 它就是为了 to correct past wrong wrong这个词可以当名词 by the way 好anyway 所以你要去examine 你的past error 用什么呢 就有一个 或一个sponsor来帮你 或者换句话说 这是一个有经验的member 所以你在那个借酒会待久了 你可能还可以去帮别人 去辅导别人 然后接下来 下一点就是 你认知到以前做的 以前的错误之后 你要能跟他和好 make amends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讲的 一个很重要的片语 OK make amends 我写在下面了 OK so you make amends for these errors so amends这个词 一般可以被理解为 就修改修订 像美国的那个宪法修订案 就叫做first amendment second amendment third amendment 这样子 OK 所以first second third 这些不同的amendment 就是宪法修宪案 OK 修宪案就好了 干嘛加个宪法呢 就修宪案 OK 好 第几第几修宪案 好酷 所以 那你就知道这是修改 所以make amends 就是去修补他 所以你要去修补 你跟你之间 你要跟他和好 要修补他 这样子 过去的错 these errors 下一点 learning to live a new life with a new code of behavior 你要过一个新生活 用一个新的行为模式 所以这里用code这个字 一般code这个字 也可以被理解为 就是 不是code code 像create 教条 OK code create tenants 这些词 都有是一个 做事情的一个准则 教条 之类的概念 所以 像很多公司会有一些 行为上该有的准则 例如说 不能有办公室练庆 之类的 或者上司给的任务 你一定要如实完成 这些的 我们就叫那个东西 code of conduct 这个算是 蛮collocation 蛮搭配词的 所以 这边说的 你需要 live with a new code of behavior 所以code of conduct code of behavior 都OK的 最后一点 helping others who suffer from the same alcoholism addiction or compulsions 最后就 你要帮别人 所以前面讲的 experienced member 你变成了一个 experienced member 你就要去帮别人了 这样子 好 所以这很OK 那我也蛮想再多 带大家走一走 就是他 真正的这个 12 steps 是什么 所以这边就会讲到 蛮多的宗教上的一些词汇了 但没关系 我们就看 所以我们承认 我们在酒精这方面 我们是无力的 so we admitted that we were powerless over alcohol powerless 没有力量 that our lives have become unmanageable 我们的生命 已经变成是 管理不来了 unmanageable 所以我们需要承认这件事 心里看 我刚刚前面讲 并没有错 你进去 the first step to solving a problem is to recognize that there's a problem 所以你要承认 你的人生 已经控制不来了 管不来了 第二点 came to believe that a power greater than ourselves could restore us to sanity 所以我们要能够来相信 有一个比我们高的力量 a power greater than ourselves 比我们更高的力量 能够把我们 回归到理智的状态 sanity这个指质 我唱那一首歌的时候 我有讲过 我希望同学还记得 应该是一两个礼拜前 insane是疯狂 名词叫做insanity 所以疯狂的相反 就是sane 名词就是sanity 不疯狂 所以能够restore我们 到不疯狂的状态 restore us to sanity 还是把它翻成理智 我也觉得过了去 来 第三点 made a decision to turn our will in our lives over to the care of God as we understood him 所以我们做了一个决定 来把我们自己的意念 意志 will 跟我们的人生 our lives 都转给 让上帝来照顾 so turn over to the care of God as we understood him 就是如我们理解他 然后来 帮我们教给他 这样子 OK 下一个第四点 made a searching and fearless moral inventory of ourselves 这一点我看了半天 其实一开始没有很懂 所以我真的也是教学相长 我特别想强调 moral inventory 是三小 所以你要去做一个 we made a searching and fearless moral inventory 所以你要去寻找 而且是一个很 无畏无惧的去寻找 寻找什么东西 好 我看了一下 我查找了一下 终于 的确是有答案的 当然有 google什么没有 答案最多了 所以什么是moral inventory 好 这里写了 a moral inventory is a written objective objective assessment of your life 我差点把这个objective 当成名词 不是 所以这是一个写出来的 然后是对你的人生的客观的评价 so it is a written objective assessment 所以这里的objective形容assessment 所以它不是名词 它是形容词 客观的 所以你可能就回想说 事实上我不是个好爸爸 你就要写下来 我不是个好爸爸之类的 我喝酒喝了13年 家庭破碎 工作也没有了 so that's a written objective assessment 这都是客观的事实 你不能再替自己找借口了 所以包括写什么 我刚刚举了一些例子 但这边有包括 including character deficits 你在性格上有些什么缺陷 strength and weaknesses 你的强项弱项 and an overarching look at the damage you've caused with your addiction 以及这个 overarching就是 arch是一个拱门的概念 所以你写的这些东西 后面一定要有一个 你要有一个东西 把它整个盖得住 所以你写的这一堆 但是你的上面的重点 要能够涵盖它的东西 就是你的成瘾症 对你的人生做了多少伤害 所以an overarching look at the damage you've caused 你所造成的破坏 with your addiction 大家听得懂 可以 this step although difficult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achieving long-term sobriety in or in drug rehab 所以这个step是很重要的 好所以你要 inventory就是这样的概念 对不起 我不应该这样说 inventory就是这样的概念 inventory一般我们的理解 叫做仓储 OK 或者应该这样说 就是仓储是可能也怪怪 你可能会想成那个叫storage 不是的 inventory就是 在零售页里面 有一个词叫inventory count 我们把它翻成盘点 我也打一下好了 零售页里面的inventory count 叫盘点 OK 再换一个概念 再讲清楚一点 你如果今天真的去零售店 买一个鞋子之类的 然后他发现 在外面放的尺码都没有 我到后面帮你找找看 他会这样讲 对不对 所以他往后走 推个门进去之后 人就不见了 半个小时才回来之类的 通常不会那么久了 好 但总之 他就是去到的 他公司的 他这个店铺的inventory 去看看他的inventory 有没有你的鞋子 你要的号码的尺码 所以inventory就是这个概念 OK 我中文实在有时候不好 讲不太出来 那个精准的词 可是你大概懂了 OK 所以这里讲的moral inventory 你就可以想象了 你要在道德上 为你的人生去盘点一下下 清点一下下 打个分数或者写的 就assess一下 而且要是客观的 OK 好 可以了 来 第五点 Admit it to God to ourselves and to another human being the exact nature of our wrongs 所以你要 我们要对上帝承认 对我们自己承认 以及对另外一个人类承认 他刚刚讲说要辅导员 好像是对不对 所以我们所做的错的 这个精准的本质是什么 So the exact nature of our wrongs 我刚才说wrong这个字 可以当名词 他这里就来了 还复述的 第六点 We were entirely ready to have God remove all these defects of character 所以又讲到宗教 我们已经完全准备好 让上帝移出我们这些 性格上的缺陷 So these defects of character character defects 第七点 Humbly ask him to remove our shortcomings 所以六跟七 我根本就差不多 总之第六是准备好 那第七点就是 很谦卑的要求他 问他能不能来 移除掉我们这些 短缺 shortcomings 第八 Made a list of all persons we had harmed and become willing to make amends to them all 所以做个清单 什么呢 我们所伤害过的人 你一定学过person 这个词的复述是people 所以你看 奇怪 这里怎么变person复述 我也讲过这个概念 但我知道我的影片 时不时都会有新观众来看 所以我们这里再重复讲一下 person这个词 一般在一些 像法律文件 或者比较严肃一点的文字里 它都是复述 就是persons 而不是people 学术文章 会是people 可是像这一种 教条式的写出12条 12step program的话 这里的person的复述就是persons 而不是people 这样可以懂 而people其实也可以加s people 它的意思是不同群的人 就叫做不同的people 这里有五群人 代表了五个不同利益团体 these are five people 大家懂了 好 OK 所以你要写出一个清单 是你伤害过的人清单 而且你要有意愿来跟他们和好 make amends to them all 好 没问题 第九点 you made direct amends amends to such people wherever possible except when to do so would injure them all others 所以你要去跟的和好 除非啊 除非当你想这样做的时候 反而会伤害人家的时候 那就算了 so wherever possible you need to do this except除了之外 when to do so would injure them all others 会伤害他们 或伤害其他人 那就算了吧 这样 好 剩下三点 我们就把它讲完吧 虽然我觉得这读起来 你可能会觉得干这好无聊 那反正学英文 你持续的来去一样做笔记 continued to take personal inventory 一样又是写这些东西出来 他这次不再用moral这个字 but same thing and when we were wrong pronctly admitted it 当我们有错的时候 马上就承认他 然后最后 不是最后 11点 我们要寻求 透过祷告跟冥想来寻求 我们跟上帝的联系 so sought through prayer and meditation to improve our conscious contact with God as we understood him praying only for knowledge of his will for us and the power to carry that out 我觉得我也懒得翻译 大概反正就是透过 导告跟冥想 冥想这个词叫meditation meditate 应该还ok了 meditate 到底要写在哪里 我接下来的笔记 meditate ok 好 透过这个meditation 这样子 ok alright 然后第十二点 我们就把它看完吧 so having having had a spiritual awakening as the result of these steps we try to carry this message to alcoholics and practice these principles in all our affairs 这句话 蛮废话的 总之我们透过这个东西 得到了一些 这个心灵上 精神上的这个觉醒 spiritual awakening 我们就要试着把这些message 传给这些 其他的人 所以他刚才说 你要去帮别人 其他的这些alcoholics 这样子 好 所以你看这边 12 step program they have adapted the AA steps as guiding principles 这个AA就是刚刚所说的 alcoholic anonymous 好 所以我们今天 把它介绍 非常完整的一个介绍 希望你对这个东西 比较有概念了 有时候 你会在电影里面看到 他们演这些情节 就一群人坐在一起 有没有 然后就在那边讲说 我怎么样怎么样 在我很爱的一个剧 叫做 那个马南波杰克 里面就有好几次 他去参加这些AA meeting 那在我很爱一个电影 叫做斗争俱乐部 里面一开始 几乎 几乎是一开始 就是男主角 去参加AA 或者是其他的 我记得要参加 其中一个是 那个搞完癌 然后没有搞完的 Testicular cancer 那这些男人 没有搞完的男人聚在一起 然后就 我们称这个叫Support Group 换个词来给你看 支持团体 Support Group 所以你去这些Support Group 就可以找到力量 找到活下去的力量 因为这些人跟你是同伴 社会可能不接受你们 可是这些人 就能够了解彼此的酷 所以这个都算是 我们讲广大的 社会安全网的一部分 所以这个叫做 Social Safety Net 包括像例如说 失业救济的 什么这些的 像我在照顾妈妈 那照顾妈妈 可能也有那种传习服务 这些的 我们称这个叫做 Social Safety Net 是一个健全社会 很必要的一部分 其实 好 讲到这里 够了 我是Paul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次见